自從昨晚勞資雙方談判破裂之後 今早大約有200名紮鐵工人 繼續在土瓜環天光道的地盤外面聚集 有工人指工會已經將要求降低到900元 但商會只是肯給875元的日薪 做法毫無誠意 不是說那25元的問題 人家現在給了底線 又不可以更過份 你當然對我們的工人是很沒面子的 整十年了 人工隨意說減你人工就減你人工 你那些低下層人 我們沒辦法了 25天了 有工人就說 家裡的經濟出現很大困難 不過寧願省些洗 甚至是申請縱緩 都要堅持下去 我永遠多CC記者 宏偉寧角道